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公式就變成說我剛剛是直接就A2加1 那我們換個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就不是把A2加1先減下 差別就是先做一個邏輯判 邏輯判斷的話當然差的函數我們可以用if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他的上一個日期 所以這個上個日期就A2 所以呢 他的上個日期的月份 那我們就month 刮乎 上個日期是A2 如果A2這個日期呢 假如跟他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不相同 不相同的話就不等於 不等於是小於大於 他加一天 所以他加一天的話 我把這個month刮乎 A2 直接在A2的這個裡面呢 把它加一天 意思就是說 把他的上一個這個日期 加了一天之後看一下 他們如果假設兩個月份不相同的話 如果不相同的話 那我就 就不要輸出任何資料 反之的話呢 如果兩個日期是一樣的話 反之 那我們就是嘛 直接就輸出什麼 A2加1就可以了 就是A2這個儲存的 加一天 OK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就我剛剛講的這個規則 按確定 好 不過這邊可能要特別小心 這個規則 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這個邏輯 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用不等於 我可以用等於 可以啊 如果等於的話 那就是上下2跟4的顛倒 OK 這個可能只是說 一般習慣是敘述的邏輯 我的思路是 如果不相等的話 那我就輸出沒有 反之就是輸出沒有 這個是我比較直覺的邏輯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等 然後變成顛倒 感覺邏輯比較不順 但是結果也是對的啦 只是說這個 每個人思考的邏輯不一樣 所以下的公式當然也不一樣 那這邊可以做個變 變動是沒有問題 按確定 好 那把它向下 那理論上這個都1月 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發生 那會有問題發生 應該是2月28 加了一天之後 所以這個應該是空的 OK 可是呢 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儲存格 3月1號的儲存格 它符合我們要的 因為它裡面變成沒有東西了 可是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下面兩個儲存格 變成井開頭的錯誤 那井開頭我前面講過 如果是井開頭就錯誤 錯誤的訊息叫什麼 Value Value就是 你給我的資料有錯誤啊 OK 那為什麼有錯誤啊 其實道理很簡單啊 主要是說 我應該給的儲存格 B30 裡面應該給的是一個 如果你讓它判斷 這個month的話 理論上應該需要給它一個日期的資料 可是你裡面卻給它一個空的資料 造成它會有Value的錯誤發生 那怎麼辦 其實一般我們是希望說 把它去掉啦 可是問題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那當然也不是叫你按Delete 因為按Delete 等於還是只有做一半 那怎麼辦 我前面有講過 如果說呢 你希望呢 假如將來有井字號開頭的這種錯誤發生 一律幫我過濾掉的話 那怎麼過濾 前面好像有講過 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那個過濾錯誤的函數叫IfAl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到Value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結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就幫我把那個錯誤裡面的訊息 清除掉 OK 那清除的話就是再加一個空白 就是兩個雙以後 按確定 然後呢 向下 再向右 因為這個錯誤嘛 它把它過濾掉 它過濾效果 然後呢 再往右 一直到12月份 放開 那該不出現的資料 那就不會出現了 只是說會有同學問說 這公司為了一個小小的一個 多餘的資料就要做這麼多的事 是不是值得去做啦 不過當然理論上 假設你的工作是這些都是固定的 而且沒有太多 當然你可以用人工的方來做是OK 只是說如果你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是它不規則的地方會出現類似有這種問題 那你當然就還是需要利用這樣的一個公式完成才是正確的方法 那這個做完之後 下一個我們可能希望說這個年曆裡面還可以有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 我希望禮拜六 可以幫我怎麼樣 填一個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呢 我的底色可以是淺綠色 字的話呢 可以是深綠色 那當然每個禮拜六都幫我做同樣的格式 禮拜天 如果今天禮拜天希望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 那一樣 那一年剛好52週啦 所以如果你52週變成說 禮拜六以52前52次 週日又52 那當然單位時間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完成這件事 當然有幾個方法 理論上格式裡面有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也是可以完成 另外的話也可以用VBA完成 那只是說我 當然將來如果你要可程式的話 當然還是盡量用VBA把它完成 是最好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這個公式 基本上的話我是把它分解 原來是A2加1 然後呢 外面包給一幅 如果它的上一個儲存格 跟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不相同的話 把它清除 反之還有假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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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